感觉会比较有种年味的感觉 所以我是觉得红红火火像中国红 中国人就很讲究红色啊喜气啊中国红 所以你买这条袜子不仅是说只是一条袜子 也是一个年味的象征 过年的象征 就是也是一种象征 真的你们去我们店铺搜索一下 那个近居童话的红色 长辈就算不是送给长辈 谁家里送给长辈 我说你穿的时候长辈会觉得比较喜气 近居是不能上 可以上 闺蜜倒可以 我是说是就是你在家穿的时候 长辈会觉得比较喜气 要说你送给长辈穿 那你可能会被揍的吧 这个我现在穿的近居童话 在我们的20号年级 20号年级叫红色 它是一个酒红色 不是很正红的颜色 然后这个款就是说 也是我们5D的效果 5D的厚度 然后他们这个里面都是有两条防滑灰胶的里面 不用担心是会滑落啊这种问题 腿细的人就往上提一点 才比较饱满的人都下拉一点 也就是一样的哦 这个高虫嘛 高虫嘛 全家最懂节日氛围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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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帽晚上好 下午好 晚上好 主帽来了 对 这个红色不是说为了就是为了它好看去买 或者怎么样 就是一个节日的象征 就是中国人它就是讲究了红 中国人就是讲究了红色 你中国红啊 像你天日过年天什么 那些福啊 还有那些对联啊 不都是红色吗 所以它就是讲究一个红红火火的一个气氛 就像这种袜子就是买回去你穿是觉得啊 真的就是很有鸟味 就感觉好过年了 过节了 就是一定要 就是一定要 今年就是一定要红火火火火 把它发不出来 所以这小袜子就是可以拿回去就是当一个吉祥物一样的感觉 直接说给你 来一张一眼直接看你啊 啊 你这些太调皮了 你太调皮了 感觉到行 我要接触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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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好 好 好 不 咱喽 好 咱喽 也是把电脑推给我 丝袜这东西要么自己穿 要么就是 嗯 对 是的 这句话给毛病 设断单的时候双排的时候也很困难 这身一件红色就是新娘子 对 每月固定难得吧 每月已经要结束了 你们可以就是多团店 团店那个 团店小金额 小金额然后下个月 来干 来买 然后加入我的粉丝群 看来你爷爷也是在哪里 爷爷说给你奶奶整条帅路红扣 那 那个 八号 那个热链 你说的是 热链那一款就是 我穿的去啊就是完全就是 薯头肉的就是全黑的一团丝袜的全黑的 它是我们买一个高丝袜的材质 就是 就是 非常的厚了 看起来就非常的厚了 我穿上好 我穿上去就是一个黑色 看不出来任何的效果 如果你的腿跟我一样的话 就是一个全黑的不透露的一个色 就是 我穿上去看 那我穿上去看 但是我穿了这背是这样的 我的名字 我现在穿在我们20号的一街 20号的一街 我穿80D 对 我穿80D 正常就是有黑色 80D就是很厚 很厚 因为 就是 那个 那个袜子 就是一定要是 腿比较豹门去穿 但是80D还是臭肉的 120D的话 就是不怎么厚 表情爆发了 又做了表情爆发 你们也很耐心 这颜色准备了 这颜色多喜气啊 中国红新年红 中国人就要点红红火火的呀 龙的传人人不肯吗 真的 这条网络不买 就是起自己是脱的 真的 太白了 看一号 暗夜 暗夜下一条吧 我们想看暗夜的什么颜色 需要这个真的就是说 就是一个喜庆 就是一个喜庆 就像我们过年 家里是不是都会天天的什么福 天福就是一种 过年的喜庆啊 也就是每个红色的丝袜 也是个喜庆 送给自己 自己布穿 就再加一放着 它也是一个象征的 不要是连了 我昨天发生了一个不好的事情 你昨天咋了 别着把您给我捡来一下 够了啊 臭包 谢谢他 讲 谢谢 你带了 怎么办 我怎么办 那我干嘛 你现在还能动吗 你知道这是什么象征吗 这你什么年纪大了 闪这件吧 呦这件吧 平时 化妆五福未材 我没有挤什么五福这些东西 我每次都没有挤 我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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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这种东西 就是什么 把人给累死了